为什么在中华民国的自由祖国地区曾经有白色恐怖呢?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共匪。 当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对于共匪过于纵容, 为了防止共匪渗透, 颠覆中华民国最后的自由民主的堡垒, 不得不进行白色恐怖。 如果没有共匪勾结苏联反华势力分裂中国, 那么中华民国就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。 白色恐怖就完全不可能发生。 下面的内容来自电影《魏王子》的片段, 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共匪。 因为被某些共匪投诉, 所以现在使用机器人发音。 人们说刘芬软是共匪派来的间谍。 现在刘将军被送到军事法庭, 他们的孩子也被送到台北妇女联合总会照顾。 看看他的思想也没有被母亲影响。 人们说, 共匪最厉害的就是灌输毒素给小朋友, 替他们洗脑。